差点把正事忘了 是这样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 所以钱包忘拿出来了 刚才买单的时候 我才发现 如果我没看错 刚才你是跟朋友在一起 他们一定还没走远 话是这么说 不过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 不太好把朋友叫回来 是 不太方便 对吗 对 你看 因为几十块 把朋友叫过来一趟 也不太合适吧 所以 所以 你想让我借一点钱给你 一百就行 我把我的号码留给你 我明天亲自把钱给你送过去 拜托了 现在的女孩子还真是主动啊 搭讪的方式都这么别出心裁 搭讪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吗 我不是什么喜不喜欢你 其实 我意思是说 你看你这么高 又高又帅 我是真把钱包忘了 要不让你们检查一下我的包 这样好了 钱我借给你 联系方式我们互留一个好了 你行 谢谢你啊 这位小姐是向我开的扣 当然要由我来给她 联系方式就不用留了 钱那也不用还了 因为我最恨别人多人所爱 不想跟这种人打任何交流 说什么呢你 装啥也没关系 我要走了 你可以在这儿慢慢装 好 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喂 陆兰 要跟你说 刚才我又碰见那扇订车车主了 然后呢 她抹了我一脸蛋糕 你先别啊 自从上一次我从那餐厅逃出来之后 我呀 我每天我就担心 我要是再碰见她 她追着我赔那水果树的钱怎么办 现在我踏实了 你说 她抹了我一点蛋糕之后 是不是就不能再追着我赔那钱了 初恰 依塔的行为 真是我今天听过最幼稚的事 我不跟你说了 你怎么回事啊 喂 你怎么回事啊 刚才跟你见面的刘家小姐说 你精神有问题 啊 喂 喂 你倒说话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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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事 相信你也猜到几分了吧 不然那天你也不会问我会不会相信你 当时为什么不说 她 часто 嗯 我找你了 嗯 孟翔 我愿意相信你 也知道你这么大的孩子 不爱跟家长交流 可是如果你什么事情 都憋在心里的话 别人又怎么去相信你呢 我没有瞒你是吗 孟翔 你是不是 真的挺喜欢那个瑶瑶的 你不要劳爸好段小孩子 我知道 在我们这个年纪 搞什么喜不喜欢 很没有意义 这个道理我懂 你不要一看着男生 和女生在一起 就想到恋爱 这样很俗 那你为什么 还要天天跟瑶瑶在一起 她是我朋友 我没有什么朋友 就算是这样 可现在的问题是 瑶瑶的父母 非常地担心 你要明白 在每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每个家长都是很有压力的 那个人怎么就对我没压力 一直对我不闻不问 那个人的事我们不讨论 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答应了她的父母 不许你跟她再有斗鱼的接触 希望你们能够保持距离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梦想 我爸我妈跟我谈过了 他们不太相信这是我误会 看来以后我们真的得保持距离了 没事 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明白的 其实梦想 你也应该理解你妈妈 没有人跟她分担照顾你的责任 这次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 不两句没个结果就结束了 留着吗 干吗 电脑搬到外面去 你做功课用电脑我理解 但是以后 回家写作业到睡觉这段期间 必须在我的视频范围之内 你怎么知道 唱歌的 明星吗 千万别让她听见了 回头又要吵吵嚷嚷了 谈对象了吧 你怎么知道 对敌斗争这么多年 我要是跟鬼子这一点行踪 都发掘不了的话 那我就真是白昏了 反正大分期 从人到哥都非常性感 菲菲 你以前可是一直都说 这种工作没保障 人家都是 在爱情跟面包当中去选择 你要坐在面包里面享受爱情 这可都圆化 我问你 每天朝九晚午 在疲于奔命中苟延 你累不累 不会啊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 她那是 内衣公司能怪去吗 这就是差别 大分期 能读懂隐藏在我们内心的疲倦 还有忧伤 忧伤 你们都被生活打上了麻药 忘记了最真实的自己 大分期那天撕开我的裙子 好让我踏上他的机车的时候 仿佛我坚强的外壳 也被他一并撕掉 我把他给撕你裙子 我要跟他去拼吧 他那我三打 那我一年去诅咒他 不是 菲菲 你说这种情节 我小的时候在电影里面看过 但是觉得挺浪漫的 可是如果放到现实生活当中 这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呢 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 才会让人为之一阵 初夏 我这份感情你必须支持我 为什么 因为能够让你的工作也一并解决了 怎么说 大分期他们夜店正在招收文职人员 这份工作跟普通职员一样 都是白天上班 就算晚上有活动 也是九点以后 最关键的是 只要有大分期照着你 你就不会因为工作 而影响了照顾梦想 菲菲 祝你们幸福 你 再唱 有什么 5 小 5 5 5 6 7 沈总 这些姑娘背景 来头可都不小了 我都给凑了一块了 您看看怎么样 没辜负董事长的嘱托吧 有时间在董事长面前 多美言我们几句 以后我们全得 靠咱们沈氏集团 别当了 别当了 音乐停 沈总 来电话了 你打错电话了吧 闹啊 说呀 你看看 沈总 接错电话了吧 来来来 飞飞 我到了 他们统签现在有点事 让我在前面等会儿 喂 初夏 对不起啊 本来今天应该我跟达芬奇陪你去的 但是她不知道怎么了 你就在那弄不屁 有没事 别的我不行 面试我可能有什么事 对不起 你猜我看见谁了 你生人跟鬼似的 你不会说是你旧情人的 哦 她还带着那个女的 梦初夏 你马上把自己调整到备战状态 有些人就是爱跟旧情人装熟 特别是在这里一般的时候 我告诉你了 她待会儿一定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一定像亲妈一样的熟悉 来寻找那种变态的满足感 我不行 我先走吧 菲菲 你躲个什么劲 当初可是她先劈腿的 当初我跟她隐瞒梦想的事 也是我不对吧 梦初夏 你搞搞清楚 当初你不是听我的没告诉她实话 你们俩压根就不会开始的 可是她后来不是也接受 也发现了吗 这乱搞的时候 再把这事提上来当借口 这算什么呀 你离公子 我初夏 我初夏 喂 喂 喂 妈 妈 真的是你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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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要和莉莉结婚了 婚礼 你一定要认 看情况吧 最近有点忙 该不会 你还在意以前吗 没有 都过去吧 你骗我个事 我也走不了 谢谢 许莎 我跟莉莉还要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们也不为着你母子 应该的 很应该的 你们先聊 我有事先走 你以前从不会来这种地方 看样子最近过得不错 还行 不过 怎么一个人 还没交新男友 不是我说的 你这情况 就别挑了 怎么没跳 那小姐是吧 警官说她今天来不了了 让你改天再来面试 认错人了吧 我是来玩的 认错人了 许莎 咱俩什么问题 有困难你就说 我和莉莉最近事业上都挺好 帮你叫我工作 没问题 喂 我真是来玩的 真的 好多人一起来的 人呢 啊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朋友快 明天把材料 天哪 干什么 你谁啊 干什么你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怎么又是你啊 对不起 初夏 既然你的和你来呢 当然要介绍一下 我都说了 以前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 我跟莉莉也没那么小心一点 是真心为你祝福的 你居然又做这种事 哪种 乖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挺陌生的 初夏 真是你朋友 我 我们赶时间 以后再介绍 我为什么要走 这怎么解决 谁啊 有事路上说 就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求你了 哦 该不会你们不认识吧 初夏 爱面子也不用这样 快让这位先生走去 处理处理地方 你不认识那什么牌子吧 真是 临时拉人 也要看看档次差距吧 以你这样的条件 怎么可能配得上 这样的男朋友 这不存心让人识破 心还真是养不下去啊 再装的话 宝贝的朋友都要误会了 他条件很好啊 就是比较粗心 不知道毁了我多少套西装了 不是肩膀上送上火红啊 就是坐在我腿上吃饭的时候 把整块牛排都掉下来了 真是个小淘气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们还真是情侣啊 我刚才以为 一见面他又弄脏了我的衣服 当然要吓唬他了 其实就一套衣服而已 管他什么牌子呢 脏了扔掉就是 你看我的小宝宝 到现在脸色都发白呢 你们都是他的朋友吗 怎么没听他提起过 这就是你不对了 怎么可以 因为朋友拿不出手 就不跟我介绍呢 你叫什么后来 咱俩很熟吗 看你穿得像公子哥似的 芭城也是个山寨屏 沈总 沈总 我就知道你走不远 您还找车接你干嘛 我找人 开车送您回去 您看 这是我心弄了一辆车 您啊 先试试 您想觉得合适啊 就搁在您回去 那个 初夏 我们有事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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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送啊 沈先生 刚才 真的谢谢你了 没什么好谢的 我刚才那么做 并不是为了帮你 只是不喜欢听人说什么 哪个女孩配不上我 看不出来 你还挺爱护女性的 我的意思是 谁配不配 我只有我自己能说 轮不到别人之事画脚 其实你的这一对 所谓的朋友 也算是无辜 被你介入了感情 自然要在口头上 报复几句 只不过偏偏说出了 令人讨厌的话 才会让我站到了 他们的对立面 否则 我是会毫不客气地 戳穿你的 我没有介入 是那个女人介入 我们才 别跟我讲什么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这种理论 都是女人搞出来的 小把戏 抢人东西就是抢 披上感情的外衣 也变不高赏 真的只是误会 就算这回是误会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追着一对学生情侣 满街跑 第二次你被人家太太泼水 还要一次一对夫妇 请求你 想想他们的孩子 难道这都是误会 如果我说都是误会的话 你也不会相信吧 不过那对孩子 不是什么情侣 他们还只是学生而已 算了 你这衣服多少钱 我赔给你 加上次的一百 一起给你 一共八万八 我 没听见吗 一共是八万八千块 你不是说衣服脏了就扔了吗 刚才是在配合我演戏啊 你这衣服好像 不是脏得很厉害吗 这样吧 你把衣服给我 我回去给你洗干净 保证跟新的一样 好吗 衣服给我 把衣服偷了给我 我给你洗干净 干什么 我真的要给你洗干净 你干什么 搭个衣服 我保证能给你洗干净 跟新的一样 你洗干净 我给你洗干净 我已经把衣服拿回来了吧 丰祥 刚才在鞋店 拿回来的衣服 你看见没 好地方 还不能洗干净 长大以后绝对是个帅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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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工作比较重要嘛 不知道 像我们泰迪学长这样大的高材生 要什么样的工作才配得上呢 我呀 IT 民工 理工宅男很悲惨哪 首先呢 您检查您老板的东西无可厚非 但是我觉得 应该等这位小姐离开之后 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的这个行为 会对她的人格上 造成一种伤害 请问这位先生 您是她的同伙吗 对不起 我中文表达的不是很好 我的意思是说 您是她的同伴 我觉得同伙这个词更确切些 你刚才跟她的对话 我也听到了一些 我觉得并不善意 所以我认为 初夏小姐有权利拒绝 并且自由的一个 您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 万一造成什么损失的话 您愿意为您的这位朋友负责吗 当然愿意 很好 您拿什么来负这个责呢 太迪 这位朋友负责 马文 终于在国内见到了 集团大总裁亲自下楼来接我 我真是受宠若惊 已经算在科普周了 要不趁你进了门才打电话 我可能会站在门口打开 泰迪学长 你们两个认识 我们在美国就是好朋友了 他叫你 他叫你学长是吗 你们很熟啊 何止是熟啊 我以前叫你什么来着 孩子他妈 这么久了你都还记得 那当然 那个是我第一次做吧 哼 诗然 你怎么认识初夏啊 这个世界可太小了 我们也只是刚刚相识 不过孟小姐的兴趣多变 涉猎广泛让人始料不及 让我实在是 印象深刻 初夏 对 这就是我的电话 那我们说好了 等会儿我就过去找你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聚一聚 好 那一会儿见 好 李先生 我要为刚才的事情 向你道歉 那没什么 你也是在其位谋起事吗 有你这样的下属 是妈妈的福气 李先生 请坐 李先生 我们总裁 我们总裁希望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呢 大家都能称呼他的中文名字 因为沈氏虽然是华裔创办的企业 但是在国内的根基还是比较浅 所以我们总裁 所以我们总裁希望从每一个细节建立起传统可靠的企业形象 沈总 沈总还是这么精确 严格 难道要像你一样 天天穿得这么随意 哪有一点CEO的样子 真想不到如今这么流行的泰奇网是怎么被你辩出来的 李先生低调亲和 也是一种风范 泰迪可不是刻意经营什么形象 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他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功 都能自始至终保存着一颗稳真的心 这家伙到现在还很喜欢坐公交车呢 这有什么好夸的呀 这顶多算是宅男的癖好 其实你穿正装很有样子 记得在美国的那次宴会 几乎所有在场的女士都想请你跳舞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 最后吓得我连饭都没事就跑了 我这个人呢 对自己的智商很有信心 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我解决不了的 那就是怎么和女人相处 是 我觉得你跟那位孟小姐相处得不错 她 她不一样 她要不要谈合作项目推广的事情 刚才的电话你也听到了 我赶时间 那个孟 孟什么来着 好像是孟初夏 对 她居然把触手已经伸到我认识的人身上 真是对不住孟这个好性 要不要提醒一下李先生啊 算了 他们许久没见 泰迪巴承还不知道这个孟初夏已经变成了这样的女人 相信接触之后她就能自己察觉 晚宴张老夫人肯定会去吧 我记得她最不喜欢灰色 这个世界回去换衣服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小影子 我二十分钟后到你家吧 这几天乔小姐没来公司 我都不太习惯了 劝了她多少次 这才停止了天天到我这儿来 那您跟那些小姐们会面 就不让乔小姐跟着喽 董事长的远程监控密不透风 这种不重要的事情就一逃了 干杯 好了 干杯 干杯 这才是家乡冰啤酒的味道 太怀念了 所以说你早就该回来呀 也省得我们初夏这么孤单嘛 别瞎说 初夏 又难 为什么你们一直叫她 泰迪学长啊 是啊 是这样的 每个女孩的大学里呢 都有这样一个男生 个子又高 笑容很阳光 又会打球 毒素也很好 我知道 就是那种 急万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又不可能跟你 有什么交集的那种人 我说啊 这种人啊 从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天敌 其实在我们的学校里 一般都管高年级的同学 叫师兄师姐 可是呢 只有李泰迪 大家都叫他泰迪学长 因为只有他 才配用这个偶像剧里 才会有的词啊 又温柔 又阳光 反正就是 很萌就对了 若然你这绝对是夸大了 不过听到他们这么叫我 还是感到很亲切 这一晃都七八年了 连梦想都长那么大 梦想 还记得你太迪叔叔吗 我以前可是做过你太迪爸爸 对 小时候的事情 记不清楚了 孩子吧 我说完了 走了啊 梦想 现在就回去啊 你路上小心点啊 这孩子 学长 刚进入青春期 难免不太好相处 别太介意啊 我当然明白 咱们都是从那个年纪过来的 听说你是做IT的是吗 你在哪个公司啊 我在太奇网 听说过吗 我知道 那个现在很火的 上一次啊 我跟我同事 在那个网站上面 分享了一个美食 结果招来一个男网友 他们俩现在都快结婚了 看看 像我们这些提供品牌的人 还是孤身一人的 咱美台同行 我也是做IT的 而且也掌握整个公司的脉络 二鹏 虽然说职业不分贵贱吧 但是你做个网管 也能算掌握公司脉络吗 网管怎么啦 我这儿出小事 全公司都上不了网 我的位置也算是举足轻重 好不好 没错没错 我的职位跟你差不多 我在公司啊 也是掌管脉络的 二鹏 看你把这么优质的学长 带着说话也跟你一样 不着调了 来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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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学长 来来来 走一个 走一个走一个 走一个走一个 快吃快吃快吃 小鸣的猎 你眼镜费 的是你 电话打通了 好的 马上好 喂 保险公司的电话 看来他留给我们的 果然是个假电话 留给我们的是假电话 沈哥哥 你也不要太生气了 也许大家都以为 你的衣服是现在最流行的样子 没有人会笑话你的 那些都是面子上的话 就算是胡子缝的 也比这个整齐啊 要不要告诉李先生一声 他一定知道那个女人的 算了 回去吧 伟哥 床单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不愿意让 那个詹姆斯检查 我曾帮你拦住的 没想到你用床单 学长 如果你那个朋友 想通过你找到我的话 千万要帮我拦一下 行吗 那个没问题 但是我那个朋友 脾气一直不太好 我倒是真想看看 他发现的样子 我说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是啊 别开小会啊 这得一拙人呢 我都已经习惯了 他们两个人啊 上大学的时候就这样 每天形影不离的 是其他人啊 都会空气 你们家那 还这么起来 还这么起来 我想问问他面试的时候 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 来 再来 我先去到学书间 我去到学书间 我去到学书间 好热啊 我去到学书间 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想回去了 我想回去了 为什么呀 这种喧闹的社交场合 不适合我 可是里面做的都是我朋友啊 怎么能说是社交场合呢 好了 亲爱的 要不你就陪我做半个小时 不然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嘛 菲菲 他们只是陪着你喝酒吃肉说笑话 有谁真正了解你 没有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孤独的 比如那个孟初夏 他要不是因为丢了工作 需要你帮忙的话 你给我闭嘴 你可以心情抑郁 不顾我的感受提前离场 OK 谁都有任性的时候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这么说孟初夏 她是我入职见到的第一个朋友 但现在她是我的亲人 好 简单地说 我的生活里可以没有你 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她 如果你接受不了 慢走不送 初夏 菲菲 菲菲 达芬奇还没回来 这状犯了 回家休息了 好啊 来 你那个工作的事情 我回头就帮你问 没事 OK 这么说你们俩就戳变本了 我倒是想啊 可是初夏把我无情地拒绝 学长 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都哭了这么多年 还提 不行吗 我在国外可是伤心了好一段时间呢 要是这精神损失费 可以用银行利率来算的话 那可是很大一名 菲菲 菲菲 如果每次拒绝都要收费的话 我现在已经是第二个便利盖次了 但我一分钱都没有 你是不是特别感动 太感动了 所以 我准备继续让你这么伟大下去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初夏 男人都走了 现在 就是姐妹的时间了 也就是呢 坦白从宽的时候了 孟初夏 赶紧说说吧 说什么呀 班是从天而降的太迪学长的 好爱的 如果难是你大学 同学我又不是 那你赶紧给我从头到头去 做过任何黑暗中的细节 你说你这满脑子想到什么呀 可能不是你 我说初夏同学 如果你要再不说的话 那我可就替你讲了 好 不过呢 我觉得你跟泰迪学长的关系 我也不是很了解 如果到时候 我说的天药加醋 炒一些不太健康的方向发展 那我也控制不了 何若南 一个大家闺秀说这样的话 不太好吧 梦初夏 干嘛 好好好 我说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上大学那会儿 泰迪学长就是遥不可及的 学生会主席 而我呢 就是个小小的校团编辑 李泰迪获得英文演讲冠军 科研新秀李泰迪 李泰迪当选十家大学生 嗯 学姐 嗯 这期校刊 关于泰迪学长的内容 也太多了吧 其实也还好啦 这样子咱们的校刊 才会有人看嘛 你说对吧 是吧 为什么采访泰迪学长的任务 换成你了 因为我比你更适合 那是我拖了好几个师兄 才让他答应的 你凭什么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好吗 我是你的师姐 我的言辞怎么了 你师姐就很应该这样子吗 你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吗 我有跟你说过 你之前做的采访 根本就没有人看 大家都不认可你 那你至少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呀 我告诉我 你就这样偷偷摸摸的就开始就去台湾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也看上泰迪学长啊 我就是看上他 你凭什么呀 你以为你师姐里了不起啊 你泰迪学长啊 我就是看上他 看上关你什么事 你们大概自己打什么呀 你什么事 你以为他会看上你 别吵了 泰迪学长来了 谢谢你帮我劝他们 你来看上一下 你dam你主要 你不信呀 你和我